潘伯好 在我们这里面 现在医院变得越来越安全了 我们看看 有这样子的 卫士在守卫中我们的安全 我们看个病 还能不安全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医院 时不时会发生 有人拿着凶器 跑到医院去 展看那些 看病的医生 但是有针对的 现在我们看病 都有这些头戴头盔 拿着器械的保卫人员 在守护着我们 我们还能不安全吗 但是你们看 现在医生 他们的防护意识 也是越来越强了 美中不足的 是这位医生 虽然跨了把枪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虽然是吓唬人 但是没有用 因为呢 如果 戴头一旦拿刀冲进来 要行刺的时候 简直是在 瞬间发生的事情 你把枪挂在身上 你能来得及取下来吗 还没来得及 人就已经被斩到了 好了 我真是不知道 是该笑还是该哭 就问问各位朋友们 你们的医院 也有这样的情景吗 也很安全吗 欢迎大家交流